8月7日,李明博出庭受审,韩联社海外网8月7日电,就韩联社报道。 今天7日上午,77岁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在求车押送下,再次前往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受审,此时距离他出院不过三天时间,年时已高切健康不佳,得李明博明显体力不止。 他被拍到在预警搀扶下,垂着头,用手扶墙缓慢走向法庭,脸色也较之前更为憔悴。 7月30日,李明博因睡眠呼吸暂停症,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病情加重,被送院治疗,并于8月3日出院后收监。 根据报道,5月23日,李明博出次设审以来,曾以健康恶化为由,多次向法院申请评审延期举行。 然而,法院并不买账,要求李明博必须出席全部评审。 5月28日,李明博曾对前来探视的律师大发脾气,我的身体都这样了,法院就不能理解吗? 李明博被收押,已有近五个月的时间。 今年3月22日,韩国法院宣发对李明博的逮捕令。 根据解放向法院提交的逮捕令申请,李明博涉嫌收受贿赂,挪用公款,逃税赂税,拉用资权等是几项罪名。 李明博成为纪录泰鱼,权等换,付进会之后,韩国建政是上第四名,被其请批捕的前总统。 4月9日,韩国建邦以16项主控正式提诉李明博,包括涉嫌收贿110亿韩元,约合6486万人人民币,贪污350亿韩元,约合2.11元人民币,等。 有分析认为,若臣不罪名,成立,他将面临多达45年的监见。 5月23日,李明博参加首次受审,否认收受三星、贿赂等嫌疑。 6月23日,李明博参加首omme主控正式提示还在,"第四位认 sebelum2000年仮比较及那么他自己计算的表现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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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